特别的 我是出去放鞭炮的那个 因为刚刚艾克竹说嘛 他说一般小孩都出去放鞭炮 那我是小孩 我是出去放鞭炮 我觉得你不帮妈妈做家事的 我会包饺子 然后擀皮 然后揉面 和面我都可以 说不过一次以后 妈妈就帮她出去放鞭炮 出去放鞭炮 赶快去赶快去 如果是真的 今天真的会有考到你们 因为我们准备了这个饺子馅 饺子皮 看看各位 主播平时在荧幕上面 给大家的印象 是个个都很精明能干 但是一旦他们进了厨房 会是怎样的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你看完了之后应该心里有数 如果不会包的话 也多担待一些 就是他们平时工作太忙了 像这些人 我平时我们在一个单位 住不到面 郭涛是我昨天晚上才抓到他 他才从马来西亚回来去做活动 然后无语是今天录完 明天一大早还要去工作 就过年都不能休息 小爱是录完之后 要飞很多个小时的飞机 才能到家里面和家人团聚 所以各位真的是 一年下来都很辛苦 我觉得你们没吃过 对对 我想我肯定没吃过 我家红酒 那原来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般在家包饱 我的天哪 那个是给你喝人家的 你还说他北方人 你看都破了 不是不是 这个皮有点太干了 你不要那么 那可能不是干的问题 因为平时我习惯 就是在自己家里 自己擀的皮儿就薄 因为它的皮儿 我觉得讲究的是 皮儿薄然后下厚 对不对 但这个皮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中间要厚 两边要薄 有个问题 为什么它会连不住 因为你没沾水 有水呀 我看到小爱用筷子 应该不会喝了吧 大国套 他觉得应该是 要沾着水才能连得住 对 这是什么科学道理吗 然后我们从每个人的饺子当中 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 比如说有些人就站的挺坐的正的 他的饺子就很漂亮 有些人呢 就不太好讲了 你不能这样讲 你怎么能说他趴下呢 对呀 就是每一个饺子都没有站起来了 你好歹有一个站起来了 饺子站起来干什么 就可以放下去比较漂亮的 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管是台北还是闽南 还是西北还是我们中原 是不是大家就是准备 这些年饭啊 或者年货都要提前 必须的 我们都一般今年 就准备明年的鱼货 美男人的英饭意识 你太夸张了 就今年明年一块吃 我们说的年 就是过完这个春节就要年 好了 我看到了 各位已经把这个饺子 包得差不多了 有人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小爱你不用再挤了 我知道你超贤惠的 你也不用挤了 所以绝对是贤妻良我 如果看到他们都很喜欢的话 可以联系我 我也很愿意做他们的美人 然后郭涛你们就不要考虑了 捏了半天 不知道自己在捏饺子 还是在捏包子 你帮助一个有成缺的家庭 我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郭涛的成果 他其实也是非常传统的 按照中国人的这种审美观念 放了一个圆 然后中间有一个中心点 表示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聚在一起 吃这个年饭 你们俩事就这么定了 就觉得不对劲你知道吗 对 因为他懂他 是是是 我们看无语的也真的很好 那现在各位把你们的饺子 从中挑出五个最漂亮的 然后我们在我这汇总 然后我们就开始下饺子喽 哎 怎么长啊 就是饺子下手有这么高兴的 怎么要接一下 我给大家每个人是分了这个三个 对 那在福州 在福州三是上 哦 升 升 上的意思 对 就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能越来越好 闽南话里面三是怎么说 三 我非常的生气 怎么了 你是二 不是 你是二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我 为什么 因为你们来之前 我其实有包了一个 里面包了一个硬币 五毛钱的硬币 我是想看谁会吃到 就是在北方包饺子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洗干净消毒过的硬币 放在 对 我之前有消毒嘛 我用盐水泡了一上 我就说包进去看谁能吃到 因为你今天穿大红色啊 对 就我最想的大红色啊 那不管是谁吃到 是个好照顾 你是明着就是穿大红色 其实有很多地方要精心准备 毕竟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 这袜子 你可以 天啊 导演 这就要让我们吃饭了 你知道吗 那在这儿呢 希望所有的电视观众 都能过一个团圆 愉快的除夕节 那我们是不是最后 给大家说一下再见 好不好 我们也吃了肉肉闹闹的饺子 和大家说再见了 好 拜拜 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